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旁白 我是带着点情绪多的 至于原因呢 今天是Valentine Day 你两人都说什么? 你怎么做什么? 没有,我还没有 中国人,我应该知道 中国人都没有男性 我没有男性,我没有男性 我会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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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好的 也不要听我了 你愿意的话 可以这么做 不是,我一直在骗他 就是 在日本的话 刚刚说 2月14号 女生送给男生 对 万一今年送给他 那这样的话 以后一直要送给他 所以 所以有点 有点不愿意 有点不愿意 对 但没办法 没办法 不是没办法 不过 你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没办法 我老婆在日本 对 也许是受到了编导的鼓励 我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 那叫主在吗 我要给你买花 但没办法买 所以我想让他买 哈哈哈哈 那怎么每次开开掉 哈哈 哈哈 买了 哈哈 啊 乖 哈哈 哈哈 而现场的中国男性摄像师 又是怎么想的呢 啊 你今天买了吗 那必须买的呀 哈哈 你看 中国男人和日本男人的差别 对对对 那这没办法 对没办法 没办法 怎么没办法 就没有这种习惯 嗯 虽然要入乡随索 但是 就不太习惯 嗯 是吧 对 我应该一起转家 就是这样 我爱人送给我 哈哈哈哈 和竹内如此意气相投的她 叫中景凡人 正是本器的主人公 令人惊讶的是 她的中国老婆年纪 比她小近二十岁 她们之间究竟有着 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中原 因为 遇到火山导臨 礼用 思念 开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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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一下 开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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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昆重嗎 殺到心動 好像出 Wellness 主人公 啊 出 Baby 不自然 你不知道 Ninic 해 我沒有人 在烈港 烈港 去年 刚过来 对 去年八月份 来中国之前在哪里 在日本 那个 有点难 那个就是在里面自己开 对 在里面 在那边二十年左右 然后过来 这边以后 差不多一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差不多四年左右 那个在家里 三年半左右在家里 我算做的 六年 六年 虽然现场没听懂 但事后节目组了解到 钟景老师在1992年 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之后于2019年正式定居 这是 这是 老师 老师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 那我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女儿 这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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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 我父さんと娘と孫だと思った 我父さんとおじいさんと言われる 夫妻吗 そうです 夫妻 你们来说夫妻 夫妻的 え 年轻啊 多大 今年 可能那个三十二 三十二左右 三十二 中居さん现在多大 我现在那个五十一 哇比你小二十岁 いいな 上课时间到了 不需要紧张 跟平时一样上课 想睡觉的人 睡觉嘛 对 谁寝てるんだったっけ 平时那个 谁平时那个睡觉呢 大丈夫 运气了传统说教士教学 据说中井老师的课堂上 时常出现这一样的画面 男生那个 朝那个美女的 え 大肠 大肠 好 对 这个 好 这个 四 對 sohono 換成一個 分成一個 很多 就像成一個 我可以說 Eastern Empa Water 特別我 之外 过 我 我在 利用自己中文不好 反过来向学生请教 这样的做法 是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 而使用的小心机 好 可以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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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女士吗 对对对 我吗 对对 那你会讲日语吗 我不会 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没有没有 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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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日本人也聊得了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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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是写的 我现在是写的 现在是写的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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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们在这儿 在这儿 种地 然后今天 再加点豆筋 哦 对 而且他们不跟我们说的话 差一点挖一点挖到那边 对 哈哈哈哈 然后 随便挖到这儿的时候 随便过来说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哈哈哈 对对 我本来在农村长大 所以我很喜欢 种地 刚刚农果 对自己收获 听说你搭上他 诶 谁说 他说了 骗人 没有没有没有 他追悟他 哎 怎样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回家来的时候 我不管了 哦 不要 很嫩 很嫩 那个 那个 叔叔和娘们 一起工作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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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有的时候 开我笑 叫爸爸的话 他生气了 哈哈哈哈 中景夫妻两人相识于七年前 当时还在日本工作的中景老师 来无锡出差时 对在日料店打工的阿云 一见中情 两人恋爱不到半年 就结婚了 婚后 在日本生活了几年 2019年底 搬来中国 中景老师和妻子都热衷于美食研究 今天为了招待某人 更是放出大招 做起了最具代表性的云南家乡菜 好 跟我的老婆完全不一样 我老婆不会做饭 我没说哪一个好啊 只是一个不一样 我说不一样而已 一个求婚欲 哈哈 这菜可以吗 可以 好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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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香 所以我们在淘宝店买了 买了 买了 在我们的淘宝店买了 大家继续 好 好 好 哦 你看好 今天摘的 这个 豆芥 今天摘的 嗯 很嫩吧 很嫩 嗯 挺好吃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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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挺好吃的 嗯 嗯 嗯 阿芸来自云南宝山的一个小乡村 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年龄又相差20岁的两个人 究竟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我认识她的时候 胡子这么长 肚子这么长 肚子这么长 然后头发很白 哦 是吗 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喜欢的那个想法 就是很嫌弃的想法 特别嫌弃她 但因为她是客人嘛 要就是交流 她跟云南很熟的她 然后就一起就聊天很聊得来 反正一带过了没多久 她好有说服力啊 就把我说了 到我们云南去跟她办结婚趁 超级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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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景老师和阿芸遇到彼此之前 都曾有过一次婚姻 两人再婚组成的大家庭中 一共有六个孩子 据说虽然语言不通 成长环境也不尽相同 但大家相处的都十分融洽 一有机会 便会往返中日之间 来到彼此的城市相互拜访 因为我的话 如果我现在 如果 如果我跟现在 不是现在 如果我跟老婆 离婚的话 我一辈子不想 不想结婚 太累了 还是我很喜欢她 然后她也贪心 现在也喜欢 你很喜欢我的吧 那结婚是自然的 最喜欢她 最喜欢她 又是怎样的呢 好 好 来 你是杨悠恩 哪有两次说 哪有哪有 哪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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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 这个 日本的国际上的问题 就是会有偏见 然后开始就两个人偷偷的办结婚证 结婚证办好了以后呢 就说爸爸 我说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介绍一个人认识 我说这个就是我对象 我说我们结了婚了 哦 惊讶了 是这样 哦 这样 就别的也没说什么 然后就上来大县吃饭的时候 就跟我爸爸一边聊天 一边喝酒 哎呀 可开心了 哦 同时 对 刚开始的时候 稍微那个有距离的经纪人 慢慢的直到 以后 还现在他们都没有 对我那个没有来的 那个想法 还有那个建家的时候 你也喜欢建议那个 他家里的都看了 嗯 建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建房子的时候 很多人嘛 他也每天帮忙做饭啊 还有就是建家的时候 帮东西啊 他转达的就是很忙 就是忙得跟那个 就完全跟现在的就不一样 哦 对 原来如此 通过自己的努力 被岳父母及全村人 接纳的中景老师 后来又为什么带着阿云 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南京 敬请期待夏季 就买一次就行吗 你也不认为 你也不认为妈妈 你也不认为妈妈 得罢了吗 你很想母亲 对你来一下 是母亲 对 对 我对 我是中尼先生的 羨慕 羨慕 哦哦哦 学校に対しては寂しい気持ちはある 学校離れるのはやっぱりとても嬉しいの 学校自体がすごく大きく成長したのに それが原因で結局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 やっぱり許すことは絶対に無い 寂しいから寂しかった君を忘れてる